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里也是京城唯一以竹井为特色的公园 数十年来 人们普遍认为 紫竹苑是因其竹井而得名 事实上 公园的命名还要从它的皇家背景讲起 自汉代起 紫竹苑所在的区域是高粱河的起源地 高粱河是当时主要的水系 贯穿京城新藏地带 其充足的水资源 使其成为当时主要的曹运之一 也是京城主要的饮用水源之一 水多的地方必然不缺少美景 紫竹苑地区亦是如此 这里遍布大大小小的河滩 很快便被乾隆皇帝看中 将它改造成了自己钟爱的北京小江南 有了太湖石和大片心直的芦苇 这里俨然变成了北方的又一个江南 环境改造的同时 也修缮了这座隐藏在竹林的明代庙宇 并赐予其新的名字 紫竹禅院 在光绪帝重新赐名福音紫竹苑之后 紫竹苑的命名最终敲定 虽然竹子是公园里的大明星 但直到1953年 公园才开始种植 当时的园林设计者希望 赋予公园宁静和优雅的氛围 尤其是在经历了1900年 八国联军的洗劫和破坏之后 如今的紫竹苑公园不同往昔 竹林散步 四季有花香 树木种类繁多 镶嵌在高楼林立的城市中间 为都市人提供了一处清静之地 紫竹苑昔日的美景早已远去 只有现今刘京园里的高粱河 证明着其皇家的背景 作为京城曹运的一部分 这里也是皇室乘船 前往颐和园的必经之地 为了不受高粱河头闸 广圆闸的影响 河南岸专门辟出一道河岔子 紫竹苑原址 就是当时绕行玉州的河岔子别岗 最终几百年后 园内成片的林海 使紫竹苑公园名副其实 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